在缅甸北部有这么一块特殊的地区 虽然地处缅甸境内 但这里的人讲的是汉语 用的是人民币 各种店铺都有中文标牌 店中陈列的商品也都是中国货 甚至连水、电、煤气供应都来自中国 这个特殊的地区位于缅甸善邦境内 由于华人众多 最后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华人特区 虽说是特区 但本质其实就是汉族的当家占山为王 缅甸政府的手根本就插不进来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华人来自哪里 他们又为何要远离故土来到这片大地安居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地区叫国杆 全称为缅甸善邦北部国杆自治区 国杆自治区的人口 90%为缅甸当地的国杆族 其实就是汉族 只不过因为居住在国杆 所以被称为国杆族 从行政上来看 这里虽然隶属缅甸 但缅语和缅缘在这里却没有什么存在感 除此之外 国杆人与中国人的接触也十分的频繁 经常有云贵穿商贩往来期间 中国人与国杆人的外事婚姻比例相当高 但山水相连和秦晋之好 并不是造成双方如此深厚的文化连结的主要原因 归根结底 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寻找 那么现在这群国杆人的祖先 又是什么时候来到这片土地的呢 国杆地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 都是中原王朝鞭长莫及之地 第一个在当地建立有效统治的中原王朝是元朝 后来 明朝在国杆临近区域设立宣卫司宣府司 这个时期 已经有少量的官员和军事进入了国杆 一些往来于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商邦也再次往来不绝 但国杆的华人在比例上还是比较低的 汉人大批进入国杆地区是在明末清初 在当地的国杆族居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国杆人原来生活在中国是跟着一个中国皇帝迁居至此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 这个皇帝就是南明永利的朱油郎 明末清初 大西军拥戴贵王朱油郎成帝 年号永利 举其抗清 1658年 永利政权战士不立 经昆明 宝山 腾冲 退入缅甸 几年后 吴三桂举兵南下 勉王为了自保将朱油郎交给了清军 南明国座就此终结 朱油郎被清军俘虏 但他带来的南明官兵及家眷 就一直留在了缅甸北部 汉人出入缅北 在国杆地区因地质疑组成了部落 后来 慢慢被清王朝纳入中央管理体系 清朝前期在治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 一般采用吐司制度 即策封当地少数民族领袖为吐司 对内称首领 族长 对中央称臣 雍正八年 国杆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任吐司 杨游 几代之后 杨氏所在的部落成为了国杆地区最强盛的部落 周边许多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部落都纷纷请求保护 现代国杆人的主体就此形成 需要注意的是 这时的国杆人构成已经十分复杂 除了汉族之外 还有呆 瓦等多个民族 但基本都是市居中国云南省的各民族 因此可以确定地说 国杆人就是华人 导致国杆脱离中国最直接的原因是英国人的侵略 古代中国对于西南地区只有模糊的文化边界并无明确的国界线 1886年英国全面入侵缅甸 英军在缅甸一路扩张 直至到达中国与缅甸的模糊边界 1890年国杆地区也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而国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武装是在二战时期开始出现的 当时日本穷尽力量大肆扩张 在东亚和东南亚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 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国杆武装力量改名为自卫队 当时国杆第四代吐司王杨文炳在危难之际 兼具日扣诱惑 毅然在国杆竖起抗日大旗 他在1942年3月赴重庆拜悟当时领导中国抗日的领袖蒋介石 宣称三百年前同出异总 绝不当出卖汉民族的败类 后被授予国杆地区抗日自卫队少将司令一职 中国远征军蹦入缅北级国杆后 将其改编为第二式集团军国杆自卫队 并配发枪支弹药 自卫队因此发展到一千余人 在与远征军配合作战中 先后与日军直接对抗上百次 牺牲了一百五十余人 在日军入侵国杆的时候 国杆人没有被掠夺者的强悍下道 也没有当汉奸委屈以求全 做伪军苟且以投安 而是选择了英勇抗争 与来犯者血战到底 最辉煌的一次是在大水塘地区 与中国远征军联合对日作战 打死了日军一个连队一千余人 国杆自卫队因此留下了抗日的良好口碑 因为有了这支队伍 那时的缅北地区始终高悬着 英国米字旗和中国青天白日旗 抗战胜利后 许多远征缅甸的国军 也就此留在了国杆地区 虽然国杆反政府武装不弱 但并不是缅甸境内最强的地方武装 相比较而言 瓦邦才是目前缅甸境内 除政府武装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该特区分为北瓦和南瓦两部分 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 北部地区位于缅甸东北部 面积1.7万平方公里 南部地区与泰国交界 面积1.3万平方公里 瓦邦的总人口约60万人 主体民族是瓦族 与中国的瓦族同根同源 瓦族在缅甸汕邦东北部 享有高度自治权 缅甸官方将瓦族自治区 称为汕邦第二特区 但瓦族将其自治区称为瓦邦 并一直向中央政府申请 将其升级为与善邦同级别的 省邦级行政区 而瓦邦之所以能够和缅甸政府叫板 这与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也是分不开的 自从瓦邦政府开始引导农民 种植水稻 茶叶 龙岩等农作物后 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不低 经济发展状况始终向好发展 此外 瓦邦的工业发展也还不错 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矿产资源的蕴藏却十分丰富 尤其是西矿资源 发展潜力大 质量好 效益高 良好的工农业 使得瓦邦可以通过购买武器 维持一支较为庞大的军队 与缅甸军政府相抗衡 当然 瓦邦联合军的这三万人 在四十多万的缅甸政府军演里 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和果敢一样 当地大多数都是华人的后代 不但同文同种 感情上也更加倾向中国 甚至瓦邦政府还和中国云南地方政府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这也使得 虽然缅甸政府想要书编瓦邦 却迟迟不敢动手